在这个境上我们常常提醒 清净是二臣心 就是神文研究 平等是菩萨心 都是偏重在定上讲的 决呢就是大吃大悟 铭心尽心 就从哪里来 就从平等来的 清净有小智慧 就是神文研究二臣智慧 平等是大智慧 佛的智慧 我们要想成福 不修平等不信念 有 见识烦恼就不清净 见识是执着 有执着就忍无 清净心不能信心 有高下 平等心不能信心 我比你高 你不如我 这个念头不可以有 有这个念头 平等心不深 平等心不深 佛智慧不信心 都怪自己 不能怪别人 谁都没有障碍你 自己障碍自己 自己为什么障碍自己 愚痴啊 不了解四十真相啊 了解四十真相呢 也不肯放下了 那是什么习气 习心 太深了 迷人太重了 没有办法超越 那么下面就是六道轮回 这很苦 四圣法界 六道轮回的生死 没有了 他永远离开了 不再六道了 他住四圣法界 四圣 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六道 是释迦牟尼佛的灰土 就是严重染污 实际上 净土燃土 是人心自己变现的 不是佛变现的 是我们自己变现出来的 自己的分别指出变现的 这个一定要晓得 佛所现的 全是一阵法界 我们第八诗 把一阵法界变成是法界 这是我们自己的往显 与佛与菩萨没关系 这个一定要晓得 晓得之后 不会怨天尤人 知道自作自受 知道这个东西 要自己负责任 退到别人 罪上加罪 为什么 你冤枉别人 要退到佛菩萨的罪就跟踪 佛菩萨是大神 你怎么能怪罪于他 这个样子 在三土里头 越心越苦 六道里头的身降 全在念头 一个善念 神 一个悟念 就降 人道的意义 人道有两种意义 一个是引义 引导你到人道的头台 是无界 中平是神 佛地子就是无界 中国人 所讲的 无常 不是学佛地 那么能的人是能 只要你学无常 无常就是无界 内容完全相同 名称不一样 中国无常 讲五个字 人亦离之心 人亦爱人 人是两个人 会议的字 你看到这个字 就知道它什么意思 两个人 想到自己 就想到别人 即使我不欲 勿施于人 这是人 我自己不愿意 受的 我也不能 嫁给别人 这是人 人 所以人者 不杀身 跟无界两个对比 人是不杀身 意是不偷盗 离是不偷盈 智是不应求 信是不妄语 跟无界相对 这是六道里头 你的人生的因缘 对 人生的一切 中文字幕——YK